蜘蛛侠偷完东西就想逃跑 结果却被自己的猪丝缠住无法动 习以博士见状甩出闪电边 将小蜘蛛拉到身前 再接一招黯然削红着 将对方的灵魂大哭体外 可就在博士准备取走魔盒时 却不料被蜘蛛感应给耍了一顿 荷兰蒂趁机赶紧游回本体 随后带着魔盒就准备再次逃跑 博士则甩出魔法斗 没一会就抓住了小蜘蛛 而博士则立马启动镜像魔法 陷入镜中世界的小蜘蛛开始不断下落 周围的城市也开始不断变化 这里的一切都受博士的掌控 只见他双手一挥 周围的大楼就像积木一样层层折叠 虽然小蜘蛛凭借蛛丝成功冲出包围 但博士却再次出现在他的身后 随手人出飞弹 小蜘蛛被瞬间击落 紧接着又被一列火车阵中命门 眼看魔盒即将到手 却被小蜘蛛再次截呼 没办法 博士只能改天换地 整座城市顿时出现在他们的头顶 接着再将整节列车翻转 在小蜘蛛脚下打开传送 让他体验了一把无限坠落的感觉 眼看斗篷成功的抢回魔盒 博士立马释放闪电边进行真抢 可由于用力过猛 整片空间顿时被撕成碎片 看着周围无限复制的对称结构 身为学霸的小蜘蛛立即想到了应对方法 他通过几何原因 在对应的点上射出蛛丝 接着利用镜像的旋转规御 成功将博士啃成了粽子 之后他不仅拿走了魔盒 还将博士手上的玄戒也一并带走 他会在完成计划后 再把博士释放出来 回来后的荷兰地向众人保证 会在治好他们后 再安全地将其送回到原本的宇宙 接着他让MJ和内德拿着魔盒离开 他则带着众人来到华皮的家里 并准备用托尼留给他的反应堆制造机 来解决他们身上的问题 但当电光人看到托尼的反应堆时 他的眼中满是贪婪之情 随后 小蜘蛛在检查章鱼博士的芯片时发现 原来他脖子上的控制器早就烧坏了 不是他在控制触手 而是触手在控制他 很快 荷兰地在诺曼的帮助下 成功制作出控制芯片 随即给章鱼博士按上 控制芯片果然有效 章鱼博士恢复正常 他还将吸收的纳米战银还给了小蜘蛛 之后荷兰地帮电光人发明了锡电装置 只要把他体内的电力全部清除 那么他也将再次变回一个普通人 然而就在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之时 荷兰地的蜘蛛感应却突然意识到危险 他立马环顾在场的每一个反派 然后下一秒 他毫不犹豫地射出蛛丝 原来诺曼的绿魔人格早已苏醒 并且他还怂恿其他人拒绝治疗 电光人立马拔掉胸口的装置 他一把抢走了仪器上的小型反应堆 章鱼博士试图阻止 却被重获力量的电光人随手轰出楼外 之后和杀人一起化作自然系潇洒离去 货车里的蜘蛛人也趁机破车而出 只剩下绿魔和荷兰地打得难舍难分 两人一路从楼上打到楼下 这个状态的绿魔好像打了药 力量和攻击都完全碾压小蜘蛛 不管他如何攻击 绿魔反而越来越兴奋 随后他抓住小蜘蛛就是一记无敌风火轮 两人直接摔到一楼大堂 眼看荷兰地就要命丧他舍 梅伊快速上前将杰耀打进了绿魔的脖子 可杰耀根本没有效果 自己还被绿魔叫来的飞行器直接撞飞 看着倒地不起的梅伊 绿魔直接扔出了南瓜炸弹 荷兰地连忙飞身跳过去阻止 伴随着一阵爆炸过后 只剩最后一口气的梅伊告诉彼得 说完梅伊就失去了呼吸 唯一的亲人也离他而去 荷兰地陷入深深的自责与绝望之中 都是因为自己的圣母心 才造成了现在这样的结果 当初就应该听奇异博士的 把他们全都送回去 可一切都无可挽回 此时外面的警员 朝着里面乱枪扫射彼得不幸重担 没有办法 他只能抛下梅伊先行离开 另一边 内德和安杰在家里看到了新闻 但却一直无法联系上荷兰地 而担心好兄弟安危的内德 只是随手一挥 没想到无意间竟然划出了传送门 看着里面的蜘蛛侠 两人连忙大喊彼得 听到声音的蜘蛛侠飞奔而来 可等对方摘掉头套 竟然是二代超凡蜘蛛侠加飞 这让内德两人都傻眼了 于是为了证明自己是蜘蛛侠 加飞二话不说 直接在天花板上爬了一圈 顺便还帮他们清理了蜘蛛窝 真是本事同根深相间和太极 MJ让内德再次打开传送门 寻找荷兰地 而这次出来的竟然是一代蜘蛛侠托比 感谢观看